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讲一讲 有首歌就是 大家不知有没有看过那出TVB的戏 就是《婚前、婚后》 有首歌叫《吸自己的情书》 讲一个离开 就是大家一段感情、婚姻消逝 这首歌就是 当然大家都不想见到这些事情 但是缘分的很难说 就是写这高贵情书 用自然之余作我的天书 自己都不爱 怎么相爱 怎么可及人好处 这千斤重正书 在夜难正处 如门前大书 没有他依靠 归家也不必撇余 但是一位女子的心声就是希望有他 倚靠 结果不是 这次 在乌克兰国内的男子 失去了 当然倚靠这些事情是互相的 大家都相互 互相倚靠的 我相信 大家都有倚靠大家的 一个地方 但是 很感慨 原来乌克兰在扎尼斯基的一个政策之下 造成了大批痛苦 被离婚的男人 他们为国家贡献 上前线 但是 很多人就说 哎 我的妻儿 逃离了乌克兰之后 就不回来了 而且 知道了 这个 以后不回来 会不会再见呢 没人知道 还有 会不会 是真是你在前线有什么事 都是 人都没了 那 战争之下 真是可悲可坦 有些人 是阴阳永别 因为 迫于无奈 身不由己的太多 那么 看回 澳湖战争一年 美国的统计 就是说 这个美国的数字就是 有四到五万的乌克兰人离开人世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 在这个真真正正 叫做离开人世 在这个离开之外 乌克兰的生理故事有更加到 原来 这个专家 乌克兰专家就说 乌克兰去年 出现了 他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个离婚潮 几万对夫妇 选择离婚 乌克兰的专家 就叫做 沙波瓦洛夫 他 亦都说 没办法 因为 他自己都是千千万万个 例子之中的一个 其实他是个 心理咨询师来是相当漂亮的职业 但是 扎尔斯基曾经说过 二车法律 他 因为 当然他大过18岁 亦都是小过60岁 不一定要留在国内 禁止男子 出国 因为随时上前线 原来 这位阿哥 他 在去年年底就和妻子 特替阿纳 结束了30年的婚姻 很美满 真实的人生的转接点 令他 防不升防 他 在战事之下幸存 但是 他就说 没了投家 其实有什么意思呢 这位阿哥 就讲述 自己的故事 而且他就说 他有提供的数据 因为他是专业人士 其实乌克兰 太多太多人是离婚 因为 三个字 等不到 我不知道战争几时远 那你没理由叫那些 已经逃离了乌克兰这个危险的 妻儿是回来的 很多人都不愿意 但是 你没有了个依靠 其实 这个婚姻 是 名存实亡 刚才那个歌词 也很有意思 就是 没有他的依靠 是不是 那 当然 归家也不必撇遇 现在没有他依靠 归家也不必撇遇 因为 可能已经找到 第二个家了 说回这个 人士的故事 他和50岁的太太 原本是住在 乌克兰 列伯市 两个人 适于美事 就商戀 彼此相爱 有两个儿子 他是 一个 心理专家 他老婆 是一家 雪糕大厂做总经理 如果不是战争 他们其实已经进入了逍遥的一个期间 因为南方的职业很好 女方也是不错 但是 一旨出国禁令 扎尔斯基这个政策 他就说 拆散了很多乌克兰家庭 无论是否被分 事实上真的是 在两个地方住 这是现实 对不对 自从去年2月 俄乌 就战起 当然 他说当时 这一火箭震一震 他们家的枪 就坏了 碎了 他老婆 亦都成为了800万乌克兰逃离人士之一 带着大儿子日夜开车一个几星期之后 经过10个国家终于到达芬蘭 但现在芬蘭都说了 不再收那么多这些人士 到了芬蘭的 陶尔库市 他小孩 就在那里 担任半职 叶曲棍球手 原来他们 就是 三母子立即是当地定居 只剩下他 在乌克兰他走不了 他又不会像之前那些 有万多人 记得有万多人付钱 逃出了割警 逃避兵役 这位 沙波瓦洛夫 不可以随行 因为扎尼斯基就说要保持国内的战力 颁布第一批的命令之一 就是 除了少数例外之外 禁止18到60岁的 乌克兰男子出国 法令 也造成了800万 离开乌克兰的逃离人士当中 九成多都是女子 他们之中很多 无论已婚还是未婚 现在只有 新生活要好好过 有些不打算回乌克兰 同样 法令也造成了乌克兰的男子痛苦不堪 他们的 妻子或者前妻 现在对于这位阿哥来说 就是前妻 带着小孩走 他们连探望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不知道我的战争有何时远 其实你们经常说 俄罗斯人很惨 没得走 那奥克兰是什么 你客观点好 你说普京不让人走 那扎尼斯基是不是不让人走 这位阿哥 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 他老婆也接受 几惨是通过一个媒体做中间人 访问 才可以说出自己心声 分别说出他们分居初期的生活 他就说 最初几个星期真的很辛苦 不是距离 是对未来的亡言 不知道 俄国军队是否会抓人 也不知道 抓人是指攻入他们的城市 也不知道将来是生事事 但是 每晚就梦见太太 和一对子 他太太就说 到达芬蘭 因为始终没有了男人 当然 没有男人都觉得很好 但是他过去的几十年都有 我不是说 不要有什么女权人士上身 你为什么这么说 别人不能过得日子 他突然之间没有了 30年了 到达芬蘭初期的他很累 每天 睡觉暴行 思索 突然间他没有需要工作 也没有 需要照顾父母 有了一些自由的时间 接下来的一刻 他意外地察觉到 他不想回家 不想回到乌克兰 他对丈夫的 有感 太久分开了 为什么这样也不能坚守 是人来的 我们也是感情动物 你不能怪别人 所以我们经常说 有些B&O人是什么太空人 其实现在 这些乌克兰夫妇 被逼分开 但是B&O人 你也可以被逼分开 但他们可以选择 但这些乌克兰 18到60岁的男子就没得选择 是吧 你说太空人 其实上一次 97的移民潮已经出现了 原状 被逼分开 是的 你刚才也说得对 人之上情 是的 难听说 我来做什么 我乌克兰的丈夫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见到 见到 战争什么时候完 扎尼斯基说 大返工 大返工什么时候可以 今年春天 春天过了 夏天 秋天呢 秋天 那些泥很黏的 冬天呢 冬天不行 太困难明年 还有一件事 即使我当你 停了战 先没有说哪一方取得胜利 你的丈夫还健不健在 也是一个问题 是的 战争完结了 你的当兵的丈夫 还健不健在 是不是他原来的那个 或者 如果身体有什么损伤的话 你会不会 想和他继续下去呢 这是 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也没有这样 我们也不会倒得L上室 说你这样不行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 千百万人有千百万个故事 他就跟 记者说我的意思 不是我不爱我父母和我先生 我那时没有想过离婚的 只是觉得 一个人都好像不错 那么 几个星期之后 糟糕了 他就遇见了一个对他很好的芬蘭男人 哦 会不会有人 有些评论说 他 一只手掌都拍不响 遇见了 吐吐吐吓 那就不知道了 他就遇见了一个对他很好的芬蘭男人 他走上了和丈夫分道扬表的路 他很痛苦地说 和丈夫说 对不起 我不想再继续我们的婚姻 我想有一个新的居住地 有一个新生活 有一段新的关系 他对我很好 他对我很好 你可以说 什么你这么坏的 承虚如入 我觉得这些我们没有什么资格去指点别人 因为我们不是他 如果好像 那首歌 没有了一个人依靠 是不是很多人可以习惯 可能你可以习惯 有些人说你可以习惯 但有些人是习惯不了 很难判断的 因为感情事和家事 我们做外人很难 当然人家丈夫都不出声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说 他丈夫 就说 是在开车时接到老婆的消息 他觉得自己 好像被淋了一盆冷水 他呼吸不了 行动不了 不断地大哭 把车旁 停在路边 之后 吸了电话 手在震 他就埋怨 那场战争埋怨俄国人 也埋怨乌克兰政府 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是不是好像台湾媒体说 个个不怕 精神斗手上前线 如果真的对案公过来 你个个是不是都这样 我就问你 真是拿把扫把 我不相信 是不是 他就说 他非常非常意外 他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他觉得 是不是一时 一时是 情迷诈 老婆 应该会救得回 结果呢 你怎样救得回 结果呢 离开战场 他走不了 所以为什么他埋怨政府 到了去年5月底的一天 大概都过了三个月 他就 疯狂地打电话给他老婆 发短信 但他老婆也没回 他经常睡不着 他在想 我老婆是不是跟他 男人一起 之后 他最后最后 之后 我明白了 其实已经是心死了 应该这么说 我明白了 我们没有这样的 资格去指责这位女子 因为他带着两个弟弟 很困难的 寡妇 寡妇 寡妇的手 有听过 有 我阿嬷就是 我也说过 我爷 在我叔 两岁时 离开了人世 所以很多人 在英国那些 都勸我阿嬷 你有四个弟弟 不如嫁个第二个 是没有的 不过 因为职劳成责 所以我阿嬷很早就离开了 如果他真的找个第二个 我老爸说如果他找个第二个 不用自己捱得这么辛苦 会不会是 没有这么早离开了 我刚刚好六十岁就离开了 当然 心脏有点事 心脏有点事 所以我觉得 你很难说 很难怪 根据乌克兰司法部的统计 原来去年 乌克兰的离婚个案 就是 17,893 是否属于这些个案居多 不过原来是比之前低 那数据不正确 你不是说离婚朝 为什么说不正确呢 因为 他们是没办法回到乌克兰的法院 注册 哦 所以其实 根据法院 他自己法院有评估 因为他有些是在外国递了指 还有一些律师 是找外国的律师做代理 原来 实际状况 这个是 这个 相关部门都承认 实际状况应该是战前的三到四倍才是真实数 因为他没有办法回去签字 明白吗 明白 而离婚的原因 当然 你说关关战争事 其实不关 这个大家分开天国一方 那你也可以说关战争事 因为战争要分开 好像一位 乌克兰的心理专家 他就说 当大家离乡别井 会重新审视过去的一切 他们会问 如果我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谁 那个和我生活了很多年的人 还是不是我 適合的对象配偶 在这个迷失的时间当中 他们 如果有些人对他好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真的很正常的 好似刚才那位女子 特替阿纳承诺 她的确 走上了刚才所说的 他就说 他和 现在前妇 的婚姻 不是不好 但是 一年多过去了 他就问自己 什么时候才完 我一个人在这里 撑得很辛苦 很空虚 他觉得 婚姻 就好像一本已经读过的书 他 基于忠诚 未曾离开 但是 走老 令到他自身身的思维 去年整个夏天 其实他老公 都希望 他老婆是回心转意的 不过 到了8月 他同意离婚 由他 应该叫前妻 在芬兰签署离婚协议 以巴士就寄回 以巴士寄送的方式送回乌克兰 乌克兰是找到远距来办离婚 当时人就递交 结婚证书出生日期 护照的副本 还有就是税务文件就可以办 由于儿子已经大了 所以 他们就没有对这个监务权有争议 双方共同财产也没有争议 刚刚也正式分开了 其实刚才说的那位心理专家 叫特罗曼菲阿 乌克兰这波大离婚潮 可能是俄乌战争造成最深远的后果之一 说它将会影响未来 多年 乌克兰人口发展 以及整整一代乌克兰弟弟成长的方式 还有家庭结构 因为本来在那里居住 有可能有新的爸爸 好像刚才那位 特替亚纳 从去年8月 原来他就和 那位芬兰男子 一起住 他就说 生活精精日上 什么都不缺 很开心 无牵无挂 真糟糕 不想回乌克兰 他就看到了那种变化 现在 他就说 很有憧憬是学好芬兰语 准备申请成为芬兰公民 他就说 如果不是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他绝对不会 是远走他乡 还离婚 他也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居然说 我没有想哭的感觉 已经没有了感觉 觉得是如释重负 居然 是的 我帮他回答 他应该对 现在的前夫 没有了感觉 没有了 至于他的前夫 将多数时间回到工作上 协助那些 是一些 有问题的士兵 他也经常跟两个儿子聊天 知道 大家知道 还是活着 迟了机会见面 但是 他前妻就是 放开怀抱过新生活 他就对前妻的离去紧紧于怀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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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紧于怀从前的爱 他就说如果不是这场战争 他百分之百确定会和 前妻是长相私手 现在他自己竟然 令到这 这件事发生 究竟 是为什么他也不知道 竟然没办法做什么来挽救他 他觉得自己很生气 确实也没关你事 真心说也是没关你事 你也真的做不到什么 是的 那个时空有时候就有这样的结果 当然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好 对某些人来说是不好 可能对于芬兰男子来说 他就有另一段情愿 这个你很难说 他几乎每天都想再次遇上他前妻 之后 他说我没有生气 即使现在 他依然很爱他前妻 他就说 在这个世界上 只是想同前妻 白头盗老 但是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那天 扎尼斯基 在颁布禁令那天 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了 俄乌战争 还未结束 当然 现在这位哥哥是独居 他 前一次独居是很久以前的 青年时期独大学 近日 他带着 一只新 领养的 小狗 小狗 也算是有些寄托 在公园里散步 半开环市 而家里 只剩下他陪我 实际上这也是现实 当然这批 他只是 这些 离婚个案 因为现在 正式入纸是17,000多 官方评估是三到四倍 我当你三倍 也有五万多单 即是五万多个家庭 其中一个或者五万多个被离婚的男子 其中一个就是他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